超級小英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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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早上好 我是莉菲姐姐 是來到了我們寶貝好品格這單元了 當然呢 我們邀請到我們的兒童專家 我們的浩玲老師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小朋友是來自哪個幼兒園的呢 GRAZY 浩玲姐 歡迎你們 的同時呢 也歡迎我們三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呢 是來自某學園的 妮妮 哈囉 大家好我是灰妮 嗯 另外一位呢是我們的美雅系的狗 林依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依勳 第三位呢是我們丁一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丁一帆丁丁丁丁 恭喜你喔 對 我的最新專輯 我不懂愛 對 非常好聽的一首歌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 就是美味的想念呢 裡面呢就是它的 插曲 對 很好聽 謝謝 來 主持是丁一帆的我不懂愛 我不懂愛 那就要麻煩三位就是演一個小短劇咯 我們現在立刻進行我們的寶貝豪品歌 開始 林依勳 林依是個五歲的孩子 她很怕黑喔 這天是台風天 爸爸和林依在客廳看電視 爸爸 你不要衝啊 好黑喔 好 不要怕 爸爸在這邊喔 我 嗯 爸爸 那雨上好大聲喔 好 不要怕 爸爸在這邊喔 啊 爸爸 什麼 我這天花板好像有大野狼耶 什麼天花板 嗯 咪咪啊 天花板怎麼會有大野狼啊 不要躺 爸爸在這邊 爸爸看電視不要躺啊 啊 啊 怎麼了 爸爸 大野狼在樓上蹦蹦蹦蹦啊 爸爸跟你講過 樓上在蹦蹦蹦的鋪大野狼 只是 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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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什麼啊 弟弟啊 爸爸大野狼 那個是打雷 學校老師沒有教過你嗎 不要大驚小怪 我騙到了 等一下老師騙人啊 一定是大野狼嗎 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啊 嗨 嗨 嗨 妮妮生性這麼膽小 我真不知道 我該怪的是老師 還是妮妮的頭腦 你覺得那小朋友是有 妄想症嗎 什麼什麼東西都很怕漂亮 一點點東西就擔心 那這是要測驗小孩子的恐懼嗎 對 因為小朋友他的世界 其實跟我們大人想法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有他們正在發展的人格特質 還有他們所害怕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透過一個測驗呢 來讓各位爸爸媽媽了解 你的孩子現在在發展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幫助他 好 是的 所以一樣啊各位小朋友 我們今天有一個題目喔 等一下大家會看到很多圖片 然後如果你想選的話你就選他 這樣聽清楚了嗎 聽清楚了 聽懂嗎 小朋友那我問大家你們有看過淘太郎 看過惡魔看過惡魔島嗎 有 有沒有 有 害怕怕不怕啊 怕不怕惡魔啊 怕 好那我今天問大家 如果說你們要去打惡魔 敢不敢去 敢不敢 真的嗎 打惡魔 你敢還這麼小聲 打惡魔 你要挑兩個 一個人跟一個動物陪你一起去打惡魔的話 你會挑誰呢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喔 有誰要跟你一起去打惡魔 有看到 這裡一共有七個人 好 請你挑一個人要跟你去打惡魔 然後待會兒呢 有十二個動物 就是 有沒有覺得很眼熟啊 有 十二生肖嗎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有沒有人可以背出來啊 有 猴雞狗豬 猴雞狗豬 好 這裡十二種動物呢 你會不會 請你選一種動物 前面這七個人呢 有很像爸爸的人 很像媽媽的人 很像媽媽的人 醫生伯伯 老人 小朋友 運動選手 還有機器人 請你選一個人跟你一起去打惡魔 還有一隻動物陪你一起去打惡魔 想好了嗎 想好了嗎 都想好了齁 好 那我就讓來賓來代表好了 好 OK 好不好 那 灰妮是什麼呢 妳會選什麼 一個人嗎 對 一個人 可以一個動物 機器人吧 為什麼要選機器人 打不壞啊 妳有沒有選機器人 因為機器人死掉我也不會心疼啊 但是另外六哥如果死掉我會心疼 機器人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六號是王建民嗎 如果是我就選 不是 為什麼 王建民可能難跟妳去喔 好 我跟妮妮一樣都選機器人 那 米亞西呢 這個的話我應該會選醫生 醫生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受傷的話 醫生可以幫我 療癒系的 對 好 丁丁呢 我也是選醫生耶 真的喔 對啊 我們兩個女生選的是一樣 他們男生選的是一樣 對啊 好 那 下選 是嗎 我有不祥的預感 對 妳的確要有不祥的預感 真的 好 妳為什麼每次都 不知道耶 妳都中標耶 真的很厲害 其實我是 動物呢 動物我是選龍 妳選龍 OK 為什麼 因為幸運和成功啊 我覺得啦 妳不是因為他能夠保護妳喔 也是 也是保護我啦 就是有發生的狀況 我可以跳上去 他就飛走了 可是妳要養龍 妳要去打惡魔路上 妳餵龍吃東西 他的食量很大 沒關係啦 我就餵他吃狗食就好了 好 那你們三位呢 那妳會選什麼 我選豬好了 為什麼 因為惡魔肚子餓的話 他會先吃豬 喔 他說選什麼 他說因為惡魔肚子餓的時候 會先吃豬 所以妳會選豬就對了 其實我的理由跟他滿像的 真的 我是想要選雞 可是我是想說我肚子餓的時候 可以把雞吃 豬可以吃比較久啦 對 丁丁呢 我選老虎 我選老虎 老虎可以把它吃掉嗎 對 老虎就可以把怪獸吃掉 我的龍也是啊 一口就把我瘦這麼大 可是妳不怕老虎要跟你打惡魔的時候 突然轉頭看妳 那我趕快先繞 他是我們自己訓練的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選項背後的意義好不好 好 首先呢我們還是按照順序來 第一個呢 如果是選爸爸樣子的人呢 那孩子現在在發展的是 責任感跟男子氣感 這是我們沒有人選的 對 所以如果說選這種的孩子呢 妳可能要給他一些工作 讓他幫忙做家事 讓他培養這個責任感 那第二個呢 如果是選媽媽形象的人呢 他是在培養慈愛跟同理心喔 所以如果妳的孩子是選這個的話 妳就可以讓他去養養小動物 帶他去看 帶他去做志工 對 然後如果是選剛剛兩位選的這個醫生呢 那他們的錢呢 還有他們很好的特質呢 就是他們有很好的對人的關懷 對 所以如果 有嗎 是的 有 她有啊 因為如果孩子選的是這個的話呢 妳要可以 妳可以帶 家長可以帶他去看看蝴蝶怎麼生出來的 毛毛蟲的醫生是什麼 這對他們會很有幫助 回家記得多看看蝶寶寶好嗎 好 多看Discovery啦 我要看Discovery 對 然後呢 接下來呢 選老人的呢 這個孩子他已經在培養他的智慧了 所以呢 可以帶他去看看 為什麼米可以吃 為什麼那個是什麼 可以帶他去看一些幾萬個為什麼的書 那接下來呢 選這個小孩子的呢 這個孩子是很真誠很有創意的 所以可以讓他學一些畫畫啦 藝術啦 音樂啦 那如果是選 王建民的運動員這種呢 力量 好 這個是在培養勇氣 所以呢 那個爸爸媽媽可以讓他去玩一些 像直排輪這種會跌倒的東西 那孩子就會越勇敢 那最後一個呢 選機器人的 就是我們今天的隱藏版喔 真的啊 為什麼 如果選的機器人呢 反而是我們大概需要注意一下 注意喔 對 因為這種人 自我保護感比較強 笑什麼 有這麼好笑嗎 OK 所以他們比較 明明也選啊 對 就是比較需要是可以保護自己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如果是很小的孩子選的話 他們可能會很相信超能力 會喜歡看超人之類的東西 我也是喔 從小超愛看那種 所以妳要嫁超人嗎 也不是超人 我比較喜歡魔幻的那種 Marvel 對 就是可以變魔術啊 精靈啊 都要什麼魔幻 奇幻的東西 對 奇幻的東西 奇幻的東西 對 其實到現在我也是 對 所以如果說 反而是爸爸媽媽如果孩子選了這個的話 你可以去問她 為什麼她會選機器人 其實這樣的孩子其實通常是很特別的 所以我很特別嗎 是啊 妳一向都不平凡啊 真的很特別 是好的嗎 是好的嗎 就要看她未來的成長怎麼樣 看畫畫 看畫畫 像兩位姐姐一樣的不平凡走區啊 對不對 好 好 那另外呢 選動物的話呢 剛剛一共有12生肖嘛 很簡單呢 這個是孩子 他可能會比較害怕遇到什麼樣的人 或是他會怕自己變成什麼樣子 那我是選老鼠的呢 老鼠就是很敏感對不對 所以選這種孩子就很怕遇到愛哭的啦 或者是愛哭的爸爸媽媽啦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選老鼠 就不要太常在牠面前掉眼淚 牠會以為是怕害的 比較好 很敏感 對 就是怕敏感啦 那如果是選牛的話呢 就是怕遇到牛脾氣 倔強啦這些 那再來老虎的話呢 老虎其實是很大的動物對不對 牠們是很勇敢的 可是牠們就是怕遇到不合群的人 很怕遇到對不對 會嗎 對 再來呢 兔子就是很單純嘛 所以就是怕遇到 就是怕牠們就是太容易被騙了 那龍呢 龍是幸運和成功 幹嘛這樣 龍的就是怕那個完美傾向啦 完美 對 我也完美傾向 對 就是對自我要求很高 很高 對 所以要讓牠們放鬆一點 因為龍就是那種 剛剛妳講的成功啦 的代表 好 然後再來蛇 蛇的話呢 蛇其實代表的是有火力喔 所以通常選蛇的孩子 牠其實自己是很有謀略的 可是牠也怕遇到心機很重的人 然後再來呢 選馬的 馬呢是象徵一種征服感 所以這種孩子 牠可能就會很想要跟別人挑戰啊 往很難的地方去啦 雞 那羊 羊啊 羊就是 溫順 讓這種孩子不要太過溫順 牠以後長大個性會比較自卑 對 好 那如果選猴子的呢 就是很皮啦 好 那雞呢 雞呢 對 雞因為是一種很規律的生物對不對 每天早上就叫 所以這種孩子 你就要避免牠變得太嚴謹 對 所以就不要當太嚴格的爸爸啦 對 聽到沒有 我懂了 懂了 OK 然後再來狗的話 因為非常忠誠 所以我們就是避免孩子變得太執著 惠妮也是選豬 豬是懶惰貪吃的肮臟嗎 為什麼 不公平耶 為什麼只有豬的是全部負面的啊 對啊 沒有啊 就是 懶惰啊 懶惰是很負面的啊 沒有這樣 是 意思是說 牠害怕懶惰貪吃個肮臟的人 但是剛好都符合在裡面 對 可是這可能有兩種狀況 一個就是孩子他自己會蠻懶惰的 然後可是因為這樣子 牠已經長大了嘛 那就是有的成人是克服那個懶惰來的 所以牠長大以後 反而就會變得很乾淨 所以克服之後就反而不希望自己是那個樣子 可是其實牠會選擇的就表示 牠有潛在的那個特質跟害怕在那裡 好 貪吃還滿準的 所以當牠男朋友不能 不能很 很乾淨 不能很乾淨 不能很乾淨 對… 要很乾淨 要浪漫一點 是 所以你們今天3位就測試了這個 有沒有發現 原來我是這樣的人 有嗎 還滿準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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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不準就這樣 謝謝大家 妳是好的耶 很好 明明就說妳很磨壞 對啊 也是啦 對 好啦 我不知道要接什麼 今天謝謝我們3位來賓 謝謝 謝謝 我不懂愛 謝謝 謝謝 老師是要送書給我們的觀眾朋友了 對… 那就是因為大家都會很好奇 孩子的內心世界在想什麼嘛 所以就出了一本新書叫 教出情緒不暴走的孩子 所以…媽媽 我們今天只要回答問題就可以送書喔 好 那要怎麼回答 請問一下剛剛我們選的七種人裡面 有哪一種是最特別的孩子最需要我們關注的呢 請問那三個字那個選項是什麼 什麼 叉叉人 前面 就是利菲選的那個 叉叉人 什麼人 對 OK 好 就是上我們的FB 我們的粉絲 超級小英雄的粉絲頁 去回答就可以囉 今天謝謝我們的壞老師 也謝謝我們的小朋友 還有你們3位來賓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我們下個單元